哈喽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,本期视频来讨论一下,为什么女生玩王者喜欢玩法师 首先第一点,在这个看脸的时代颜值及正义,女性英雄要么貌美如花,要么乖巧可爱 自然会赢得女生玩家的青睐,代表英雄有妲己,安琪拉,王昭君,小小和真姬等等 这些女英雄每个都有自己的特色,比如安琪拉就是萝莉界的代表,留着长长的双马尾 走起路来一跳一跳的,伤害也非常高,自然会赢得女生的喜欢 然后是第二点,法师走的中路会比其他两路更有安全感,可能这个问题大部分女生都没有留意到 中路两个塔之间的距离比较短,被人抓的时候可以及时撤退 而且中路经常有自家的打野路过,有危险的时候可以及时帮忙 另外中路被抓的概率比边路和发育路都要更低,所以无形中女生更爱拿法师走中路 最后是第三点,法师英雄操作普遍比较简单 除了少数几个考验手法,比如雕缠喝碗啊,以及不知火舞 其他英雄有技能直接放就可以了 开局清兵还有辅助来帮忙,甚至去刷几位野猪 哪怕前期没有打好,到了后期伤害都会爆炸 特别是小小安琪拉这种爆发型英雄,一套技能下去大肉都扛不住 作为法师的压力会相对比较小 各位女生小伙伴们,你们也喜欢玩法师吗?我是李飞白,记得点击订阅按钮,可以收到我的最新视频